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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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być在乡床上的这首歌当中出现了 虽然出场次数不多 但是东游凭借着其股韵缠绵的词曲 和终身动情的演唱 仍然俘获了歌迷的心 不少歌迷将东游加入到歌曲循环列表 甚至直言他是周深众多歌曲里的沧海遗珠之一 深情流畅 眷恋深藏 既然被称为是沧海遗珠 东游自有他的独特之处 作为一首讲述缠绵爱情的歌曲 东游的曲调大听少有泉泉翡翠的飞飞之感 却自带了一种令人不敢轻易靠近清冷气质 反而更加契合了电影当中 人间大域的主题和东方神话的磅礴大气 是周深的歌声使得整首歌在清冷大气和缠绵翡翠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 周深的演唱画面感很强 开头第一句便将听众带入了情境 像是真的看到了朝霞满天神秘而美丽的遥远东方 感受到了不停找寻的执着和深情 一句眷恋深深深深藏心底 周深将歌词当中四个重复的深都唱出了不同的意味 有深有浅有浓有淡 反复回还那份眷恋在这份歌声当中也被埋藏在了听众的心底 高茶部分由风的眼哭进了杀朔而起 音乐也从前半段虚心点点的平淡当中陡然扬起 渐入佳境 如果说前面周深的歌声像是在缓缓的讲述故事 那么高潮部分就是他充满感情的悲气和倾诉 在这样略选距离的冷调音乐当中 周深像是那个四海八荒最具温情的人 一张口就是满眼满心的温暖情谊 让你感到不再疏离 东游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周深在建作部分长达43秒的吟唱 周深嗓音空灵优美且拥有学习美声的功底 因此吟唱一直是他歌曲当中的点睛之笔 在这首《东游》之中 周深在建作部分的吟唱完全听和了曲调的起伏 持续时间之长却没有一秒钟的疏忽和瑕疵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灵动清新婉转流畅很好的渲染了歌曲表达的情感和意境 也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大体 一份温柔席选当中 仍怀有大意的清冷气息 剑奏曲调悠扬生动 周深的声音却在此刻显得遥远起来 变化为更加具有乐器感的吟唱 像是那一阵阵叫人不敢听的笛声 柔柔的缠绕在高低起伏的音乐当中 若有若无却又不可或缺 达到了曲声相合的完美意境 盈盈亮起始现传奇 周深一直以他独特美妙的嗓音和动情真诚的演唱而打动了许多人的心 但周深的歌之所以独具魅力 还因为他的声音拥有着一股强大的直击人心的力量 这份力量来源于他扎实的唱功 也来源于他面对唱歌 始终认真的态度和对技巧的不断打磨 专业的学习以及多年的练习 让周深在唱功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高音与常规的中低音 还是真假音之间的变化 周深都可以根据歌曲的要求流畅转换完美驾驭 在音乐综艺《一起乐队吧》当中 品味老师白举刚就曾经评价过周深 周深可以在不同的高低音都保持同样的音量 一般人从低音上的高音声音都会放大 但它就可以保持气息一样音量一样 让你感觉轻轻松松的出困境了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听周深的高音的时候 总觉得轻盈优美并不吵闹 令人放松 除去扎实的唱功 周深对待歌曲也是有着专业清醒而又真诚的态度 面对歌曲周深一直坚持的是技巧为感情服务 技术再好功力再高 如果没有对歌曲的真切理解 没有将自己的感情融进作品当中 就没有办法唱好 在这首《东游》当中 结尾部分重复的两句 声声事事伴着你 周深就根据了歌词的情感和自己的理解 做了不同的处理 第一句的出现 承接着前面如气如素的歌唱 周深唱得更加动情用力 像是在离别悲情之时 对心爱的人表达着自己忠贞不变 渴望永远陪伴的决心和爱业 尽管情感浓烈 但是周深对声音的把握仍然是很有分寸的 字字饱满 也不是应有的声思力节之感 第二句则接近了尾声 激昂的音乐已经慢慢安静 这时生生世世伴着你 更像是历尽一切之后 不变的许诺 细腻而绵长 周深尾音的弱处里也十分巧妙 轻柔舒缓 配合清脆的旋律 渐气千帆过境只剩结局 盈盈他亮起就是我的心 周深的真心在歌圈里面 在音乐里 每一首歌曲当中 其实都有着周深自己的独特的理解 他像是一位讲故事的人 不断学习练习 努力用更加生动的语言 更加准确的表达 告诉你他心中的那个故事里 最美好的内核 听到这首《东游的你》 是否听懂了他所讲述的 那个东方神话的传奇呢 又是否听出了独属于你自己的深意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观众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